嘿 你看 你看 他在钓鱼呢 这只碧鱼开始钓鱼了 应该是肚子饿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书上 今天走到这个钢鞭上 发现这只碧鱼正在沙面上走路 好家伙 你应该是饿了吧 被我手指头成功吸引了 这个碧鱼是一个伪装高手 他通常往石头上一趴移动不动 这个小鱼很难发现它 碧鱼的捕食主要是靠拟钛 它们往礁石边上一靠 就像一块发了霉的海绵 而当有小鱼游过他的嘴边的时候 他就会张开大嘴暴风吸入 小鱼进入他的嘴里就在这南逃了 你看他嘴的牙齿都是朝里长的 这钢里的小家伙们应该都饿了 是时候喂他们吃点虾了 这个碧鱼除了拟太捕食 他还有一个拿手绝活 就是甩路亚干钓鱼 没错 他自带一根路亚干 还有一个甲耳 其实是他特化的背脊 喂喂喂 你看到目标了吗 我还没喂呢 你就开始甩甲耳了 我喂了一条黑壳虾进去 这个小家伙看到黑壳游过来 还有一点犹豫 因为实在是太小了 而他铜钢的鬼幼已经开始捕食了 不得不说 这条碧鱼还挺有耐心的 一只只小的黑壳虾从他面前游过 他依然窥然不动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吃这些黑壳虾 再不吃可就被你铜钢的小伙伴给吃完了 这时候有朋友要问了 你这样会养不怕他们互相吃吗 其实并不会的 鱼很聪明的 他知道这个鬼幼扎嘴的不能吃 所以他们可以和谐共处 突然间沙里面窜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放慢看一下 原来是后背一条石头鱼窜出了沙面 把这两条鱼吓了一跳 这条碧鱼被刚才一惊吓 正好落在了石头鱼的旁边 这个时候他一直虾都没吃呢 而这一次他是否能成功捕捉到小的黑壳虾呢 他依旧甩着自己的甲耳 他对自己钓鱼的技巧非常的有信心 不一会儿他的甲耳旁边聚集了三四只黑壳虾 此时他也做出了攻击的姿态 他慢慢的用自己的胸旗撑起了自己 接下去就是调整自己的姿势 让嘴正对着这些虾 角度调整完毕 猎杀时刻到了 说是吃那是快 他一张口 两只黑壳虾就从沙面上消失了 当然和这些黑壳虾一起进入他口中的 还有这白色的底沙 这个沙可不能吃 他会从嘴里吐出一些沙 剩余的沙会从他胸旗后背两个圆形的腮孔中排出 这是一只残空的捕食 他成功的吃到两只黑壳虾一箭双雕 但是他并没有吃饱 他又被其他的猎物吸引过去了 这条会钓鱼的碧鱼你们爱了吗 好的今天就说了Rose Frank 感谢大家收看